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以下我們還有十分鐘左右 因為之後還有一點程序 歡迎在座各位踴躍發問 我相信兩位也很樂意回答 我是國情會的何經文 我想或是 direct 這個問題是蘇教授和黃天先生 蘇教授剛才說中日戰之前 比較上日本人口壓迫各方面和改進各方面都是好 其實中國的經濟人口增長和土地也增長不夠快 其實以我理解是否清朝就算是未打仗之前的時候 其實中國清朝的時候經濟上的GDP 如果我沒有記錯 我想黃天先生也會記得 曾經有教授說過 那時候的GDP是全世界五分四的 換之當時的經濟來說根本也是很強盛的 不過當年軍力是弱的意思 是不是這樣說呢 所以會不會是你剛才說中日的敗之中呢 其實你講的時候 較為適合國來說 就是因為貪污 和西方的發展經濟 西方的學術和名智維生 別人由上至下全部 是能夠全面性 不過中國來講 清朝來講 是不單止不全面性 根本他跟西方來講 他始終都是有一種 好像學理 他覺得是不太信任 也不太信任 始終覺得中國自己的東西才是最厲害 不是完全彩立 也有懷疑的眼光各方面 也有懷疑的眼光各方面不夠全面 是否這樣說呢 有關清初 我們經常都說 康庸乾盛世 這個盛世當然是對比清代以後幾個皇帝的管治形式而說 無可否認 就是當康熙、雍正和乾隆皇的時候 我們現在很籠統的一個印象去講 叫做國歷 很多時候都會被西方一些國家超越 但是你說的GDP 我相信就要比較留意一些 為什麼呢 因為就算我剛才所說的那些經濟的數據 尤其是早期18世紀 我們都不敢說是完全準確的 所以有關GDP 我就無法完全解答你的問題 不過或者你所說的GDP的問題就是 由康翁、乾的盛世作為出發點去講 但是乾隆之後呢 其實去到家慶、道光都開始出現很多問題 剛才我所說的例如明智維新的時候 其實一切現代化都出現很多叛亂 那些沒有事的叛亂其實也很多 但是你只要想一想 我們中國的叛亂呢 就在… 在治強運動之前已經有太平天蓋了 然後乾隆皇的時候其實已經開始有民亂了 那種的民亂就是 就是跟日本比較 我們的規模 如果真的數每一個 我們的規模 第一就是大 第二呢 由於我們國土是龐大 就是多 接著如果說 治強運動和明智維新那種叛亂呢 明智維新最大都是西南的戰爭 但是我們中國所面對的問題呢 你的回憐、臉亂和其他 由太平天蓋之後所引起的一些問題 經濟的破壞 其實你可以想得到 我們那個年代已經是百孔千瘡 所以呢 就是明智維新能夠克服了現代化帶來的困難 而呢 就建基於 就是 他的那個德川幕府 比較經濟穩定的時期 和比較商業化、城鎮化的基礎呢 而能夠達到明智維新的成功 其實如果要說的當時的城市 日本的城市 例如江戶等等 都是有幾百萬 超過人數 我不記得多少人數 但是和歐洲城市 是可以比較甚至是超越 為什麼是超越呢 因為很多大名要逗留在幕府那個住宅地 他們就是間中要來回的 他們那些的或者妻子 或者家族 要在那裡住的 所以形成 其實整個在江戶 以至於大阪 一帶的商業化 其實挺成功的 由於這些原因 所以西方研究日本這段的歷史 都經常強調這個叫做 Tokugawa legacy 或者我們可以再進一步留意 看看是不是真的 因為歷史學 經常都有很多的辯論 我簡單說就是 到江年間開始 鴉片很厲害 就是本來我們之前 我們就是 就是說那個 那個貿易是非常之蓬勃散的 但是鴉片戰爭 之前那個鴉片 使得我們白銀流出 是很厲害的 角力因此削弱了很多 這個我補充一下 我們可以接受多一個問題嗎 還有沒有時間 好 那我們接受多一個問題 多謝幾位講者 分享你們的見解 我聽幾位講 都是將這個鴉片戰爭的失敗 這個就算不是徹底失敗 都肯定是一個敗章來的 都是歸咎在李鴻章的責任 我相信李鴻章一定要負某一程度的政治責任 但是上到戰場 始終都是那些打仗的人 他的目的和他的責任就是打贏仗 結果是打輸仗 他們一定要負他們打仗的責任 我看過一些其他的書籍講 就是可能是所托非人 說這個總指揮 這個海軍總指揮 水師提督之類的什麼態度 我不知道 他的背景不是海軍的背景 究竟是不是這樣的情況呢 同時就是當時 中國也有很多人才的 有這麼多億人 為什麼會委託他去做大兵呢 還有委託的過程是怎樣的 不知道可不可以給我們一點點知識 我們學一學 有關丁宇昌、劉布蟬的委任等等 我相信麥教授應該是解答這個問題的一個專家 我不知道他現在走到哪一處 不過我或者很簡單地說 有關我們中國人口更多 就一定會有一些領導的人物出現 其實這個問題 或者我比較集中地說 我們讀歷史那方面 其實整天都強調兩樣東西 一個就是人物 英雄創 時世做英雄 是一定要互相配合的 李鴻章 我們雖然說他要負起一個很重要的責任 但是其實在當時的環境之下 中國所面對的 可以說三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中 有沒有可能有人可以起死回生呢 這是一個問題 我們再看看歷史學家 專門研究李鴻章 例如西方歷史學家 就是有華人歷史學家 Samuel G. 所研究的李鴻章 他都希望 即是說我們一些華人學者 批評得李鴻章這麼厲害 我們應該看看李鴻章 其實都是一個人才的 北洋通商大臣 那些外交的手法他也都有的 可能他的備戰 就是說他知道中國的訓練 很多方面都不足 他要對慈禧太后讓步 就是說慈禧要挪用了海軍的一些費用 用興建他自己的一些宮殿的時候 其實這些是宮廷政治來的 你是沒有辦法的 任何一個領導 你都要配合那個時勢 所以如果你的領導層出現了 單獨是幾個能夠正如 能夠現代化 而其他都不是這樣的想法 這個其實是很大的問題 我曾經跟一些日本學者說 我說你們明知為生 其實就非常之幸運 因為你們革命是從上而來 而從上一班的領導層 有共同看法的最多 共同看法的最多 所以你推行的現代化 你發現它的層面是很廣泛的 不像我們中國 我們讀任何的歷史書都說 有保守派、守舊派、拖後腳等等 我簡單說幾句 就是說第一就是 我們那個官僚架構的體制 是有問題的 那裡 所以至於因為這樣 誰去做北洋軍的 水師的提督或者什麼 那麼日本那裡又怎樣呢 日本呢 它為了建立了這個海軍 馬上將海軍軍部獨立 我們中國還沒有一個這樣的獨立 它一個獨立之後 海軍由它管由它發號司令 就再不是由 例如李鴻章 你要脫開一個海軍司令部的 就專門打這個海軍 或者海軍陸戰的 這裡已經是不同的 所以第二個問題就是 在日本裡面 我們中國人才是不少 但是問題有沒有用到呢 有沒有人盡其才呢 我們譬如姓世的危言 這些書在日本裡面 受重視過我們 我們有一些開明的人 嚴復或者什麼 有沒有受到重用呢 但是日本呢 因為它由上面 推翻了這個政權之後 他們這幫人 立即出去海外讀書 或者去觀察考察 回來是受重用 全部 是受了重用 全部是人才來的 但是我們有某些人才呢 是沒有用到上去 這個呢 即是西方的知識 他們有 但是用不著 因為官僚體制的架構 沒有輪到你 孫中山去找李鴻章的時候 就是甲午戰爭那時候 是有什麼事 是有什麼事 謝謝蘇維初教授和黃天先生 好 以下下來就有請 DBC數碼四台校園台的台長 莫鳳儀MH太平紳士 上台致謝詞的 有請莫鳳儀台長 李智雄先生 梁元生院長 蘇維初教授 黃天先生 麥敬生教授 各位嘉賓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五安 歷史的留白引人尋思 歷史的價值令人反思 今天我們重新面對歷史 令人欣喜的 不僅是見到 中國已經重新裝備 重新啟航 當年迎風破浪 邁向國際 最重要 就是在迎風揚帆的同時 在國邦之間建立友誼 海納百川 中日禁戰爭120周年研討會 歷史與反思 今天得到順利進行 很衷心多謝教育局 和我們DBC數碼四台 校園台 一起聯手合辦 這個極具意義的活動 也要趁著這個機會 是多謝歷史博物館提供場地 希望日後我們可以有更多合作的機會 發掘更多有趣的學術議題 一起探究更多的真知卓見 除此之外 我也希望多謝知識雜誌 和亞洲周刊 還有報章的記者來到現場出席 將今天研討會的成果轉化為文字版 讓更多的讀者可以分享歷史與反思 最後當然要再三感謝 今天的四位重量級的講者嘉賓 我們一起再給熱烈的掌聲 鼓勵多謝他們 也很感謝今天出席的在座各位 歷史是下一代智慧成長的養分 是需要推動 需要承傳 讓我們一起努力去同創歷史 見證非法 多謝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